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樂融中心的社工 我是丁丁姐姐 我是琪琪姐姐 今天我們準備了一個很簡單的居家防疫小遊戲 讓各位家長和小朋友一起去玩 這個遊戲適合四多八歲的小朋友 不單可以讓小朋友發揮他們的自由聯想 還可以減逼他們在居家防疫期間 對電子產品的成因 首先家長可以指導小朋友 將指導隨意地畫上任何線條 家長則是跟隨著小朋友所畫的而畫 然後用家長畫 然後用小朋友去跟著 這個時候可以看看小朋友的專注力 是否可以跟得上 覺得張紙差不多滿的時候可以停下 就好像管教小朋友一樣 有時候雙方情緒滿了的時候都需要停一停 接下來六歲以上的小朋友 可以在上面游上不同的顏色 或者是畫任何的公仔 六歲以下的小朋友 家長則可以準備一些貼紙 或者是一些圓形圖案 或者是三角形圖案 跟他玩遊戲 在裡面找回相對應的形狀 最後 如果你和家長的小朋友 都做了這次的活動 歡迎可以把你們的作品 在我們的留言區 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今集我們就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